大家好,歡迎來到莊子門徒 我們今天將進入虛無鬼 莊子門徒進行到第六單元,也就是莊子論壇或莊子書的讀書心得報告 先前我們講的製樂篇跟田子方,今天將開始虛無鬼 虛無鬼既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繞之冤,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牢,故乃肯見於寡人 這一篇是取虛無鬼,前上是虛無鬼,人民當作偏名 這個魏武侯啊,就是我們前一篇田子方講到,田子方是坐於魏武侯的之子 魏武侯之子是魏武侯 那魏的話我們知道就是,他是藏國時期,寒召魏三家奔進 那靖的話,當初在春秋時期的話,他是即興諸侯國 所以寒召魏三家話基本上都是即興的諸侯國 那他靖的話就是靖氏嘛,然後 信氏嘛,那氏的話,他們這邊就以他們的風義當作他們的氏嘛 所以就分成寒氏、趙氏跟魏氏 那寒召魏,那寒召魏三家的話,分禁 其實當初禁國的話,他 當時已經是主要是,為什麼會被分禁呢 就是當時有六家慶大夫,主要是六家的大權比較大嘛 就寒召魏,梵,智,忠行這六家嘛 那梵跟忠行的話,先被滅掉了嘛 那剩下的四家就寒召魏跟智嘛 那當時其實是智這一家大夫的話,他勢力是比較大 大於寒召魏 不過因為,總統的言論去講 最後還是就變成寒召魏三家 把智滅掉了,然後他們三家也把禁分掉了 那就分成三個諸侯國 本來是禁國一個,變成寒召魏三個嘛 那開頭的話是 那個魏國開國的君主是魏文侯嘛 就前一講天子方式做一位魏文侯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的兒子 就是魏武侯 那今天講的就是 許無鬼跟魏武侯的預言故事 那許無鬼的話算是魏國的隱世嘛 那這邊女商的話應該是魏武侯旁邊的士城嘛 開頭就是 許無鬼他透過女商的安排去拜見魏武侯 魏武侯看到他就問他說 先生您啊,就說許無鬼啊 你看起來很疲憊啊 想必是隱居山林很老苦 所以才願意來見我 那魏武侯心裡是這麼想說 你本來是隱居在山林裡會跑出來 一定是覺得隱居山林很老苦 所以才來跑來想說我可以給你好日子過嗎 這是魏武侯一開始的想法 看一下許無鬼怎麼說的呢 許無鬼冤 我則落於君 君有何落於我 君將淫事欲 長好物 則而性命之情 並已 君將處事欲 千好物 則而目並已 我將落君 君有何落於我 唉唷 許無鬼他講的跟魏武侯想的完全相反啊 魏武侯是說 一開始 武侯繞枝對不對 一開始是武侯是慰問他 結果許無鬼說 我啊 是來慰問你的 是我來慰問你 你有什麼好慰問我的 意思是說 我從山林裡出來 是要來慰問魏武侯你的 不是 要讓你魏武侯來慰問我的 他說啊 妮娜就說 為我啊 如果想要滿足 事好跟欲望 迎事欲 放縱好物之情 長好物 會怎樣呢 那麼你的 天生的自然本性啊 就性命之情啊 就會有所損害對不對 因為你滿足事好欲望 就會損害你的自然本性 可是如果好 那反過來 那我為了維護我的自然本性呢 那我就消除 如果你想要消除 事好跟欲望對不對 處食欲啊 那你就會 要約束 前好物 就是約束你自己的好物之情啊 那要怎樣 那你的耳目這些感官 就因為得不到享受 感到不適啊 對 就很 兩難啊 對不對 你如果 滿足事好跟欲望 放縱好物之情 那你就會 損害 天生自然本性 反過來 如果你想要滿 消除事好欲望 約束好物之情 那你的耳目感官 又會得到滿足 對不對 所以啊 許無鬼才說 我啊 是要來慰問你啊 你有什麼可以慰問我的呢 然後 為何聽了之後怎樣 超然不對啊 武侯超然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心情不是很好啊 想說很得意啊 想要來慰問一下 這個許無鬼 結果反過來被許無鬼說 許無鬼是來慰問他的 為何聽啊 暢然若是不知如何回應啊 超然不對 接著再往下 掃煙 虛無鬼淵 常欲君 無相狗也 下之職 職保而職 是離得也 中之職 若是日 上之職 若亡其一 有沒有 就過一會啊 因為 剛才一開始就是說 到底是誰 要來慰問誰 然後 會否就 暢然若是嗎 就沒有講話 然後過了一會 許無鬼就接著講說 哦 那試著跟你說說吧 我的象狗經驗 對不對 本來說啊 慰問啊 怎麼變成講這個 等一下我就知道為什麼他講這個 哦 我來講一下我象狗的經驗 許無鬼會看象啊 然後不管是看 不只是看人嘛 我還會看狗啊 看其他動物 他把狗就分成 上中下三等 然後下之職 然後下等之職的狗啊 他只要吃飽就好 這跟野貓的天賦本性一樣 是離得也 離得就是野貓 那中之職 就是中等之職的狗 他就好像抬頭看著太陽 神情專注啊 是日啊 上等之職的狗呢 他就好像忘了自己的存在啊 上中下 他是根據狗的那種行為表現 有沒有 到底是吃飽就好呢 還是就神情會很專注的 好像看太陽 一看盯著太陽看一樣 還是我根本忘了他自身存在 他是根據他的行為表現 來判斷這個狗 到底是哪種之職 他還說 修物鬼就是說 五五像狗 又不若五五像馬也 五五像馬 職者眾神 驅者眾溝 方者眾舉 原者眾歸 是國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 修物鬼他 他說他不只會看狗 像狗他還會像馬 然後他 他 說我像狗本 你還比不上我像馬 就說我還比較像馬 那 他把馬的話 就基本上 他怎麼觀察 這個馬 他看馬是什麼 他看馬的牙齒 他看他的背 形狀 還有他的頭形 他的眼珠子 怎樣呢 他說 他說 我像馬的時候 我看的是 他馬的牙齒 是不是直的 符合神末 他馬的背 是不是曲的 合乎 彎 他的馬的頭形 是不是合乎 橘齒 然後他馬的眼睛 是不是圓的 合乎圓規 他就看他的牙齒 他的背 他的頭形 他眼珠子 他說 如果這些 下面四樣都滿足 牙齒 背 頭 滿足這個眾神 眾勾 眾歸 眾取 的話 那他就是一國的兩馬 是國馬 但還比不上 天下的兩馬 因為他基本上 就是看這四點 然後看他是不是 國馬 然後國馬之後 上面還一集 天下馬 天下馬 有成才 若敘若失 若尚其一 若是者 超義絕成 不知其所 天下的馬 天下的兩馬 天生 就有一些能力 讓他們 在靜止 走動的時候 都忘了自身存在 有沒有 尚其一 這跟上等狗一樣啊 尚等狗是什麼 若 忘其一啊 這邊是尚其一 最高等級的 不管是狗還是馬 都是一樣 都要忘了自身存在 這樣的馬 跑得比其他的馬還要快 不知道 他到底要跑到哪裡去啊 就是講狗跟馬 對 為什麼 他說他 所以看起來 看像馬跟像狗的方式 不大一樣 像狗的話 是根據他的行為表現 有沒有 就是到底是 翅膀就好呢 還是神情專注看得太陽一樣 還是忘自身存在 像馬的話 基本上他是先觀察 他的外型 牙齒 他的背 他的頭跟眼柱子 當然最高等級的都一樣 都還是要忘其一 或喪其 忘了他自己的存在 許無鬼講完這些 他的像馬 像狗 武侯大躍而笑 武侯聽了 非常高興 笑起來 前面他們 兩個在那邊講說 到底誰 來問誰的話 武侯聽了 超然不對不開心 他現在聽了 許無鬼講他怎麼像馬 怎麼像狗 哇 聽得很開心 大躍而笑啊 哈哈笑 好 前面這一段 他是 許無鬼跟衛侯的對話 接下來是 許無鬼跟羽商的 的預言 許無鬼出 羽商冤 先生讀 何以說 無君乎 無所以說 無君者 恆說之 則以 詩 書 禮 樂 中說之 則以 金板 六濤 奉事而有 大有功者 不可為數 而無君未嘗其齒 金先生 何以說無君 始無君 月若此乎 有沒有 因為一開始是 那個 許無鬼因 女商見衛侯嘛 對不對 他是透過女商安排 所以他 許無鬼跟他講完 就是跟 那個 衛侯講完之後 他出來之後當然 就是 女商在外面等他 因為他透過他介紹 所以他在外面等著 他外面等著 出來之後 女商就問他說 欸 先生你啊 就說 學偉 你剛才到底跟那個衛侯說什麼 使他開懷大下 剛才不是講到最後嗎 大悅兒笑啊 他很好奇啊 為什麼呢 因為 女商說啊 我通常跟我聊的啊 就是 橫 我們知道是東西 橫 東西方向的線 叫橫 那中是南北向的線 然後我們這邊 當然 橫跟中的話 有 很多話說 遠的話 有詩 書 禮 月 有沒有這些經典嗎 差了義跟純糾 就六經嘛 詩書 禮 月 我講這個 從近的呢 我會跟他講 江太空的兵法謀略 謀術啊 就是金版六濤啊 濤就是那個兵法嘛 六濤就是 相傳是江太空的那個 就是江子牙 最多有六卷嘛 文 武 龍 虎 抱犬 六濤嘛 對啊 那 我後來跟他講這些 不管是文的方便是講 詩書 禮 月 那武的方便 我跟妳講 就是兵法 金版六濤嘛 然後把這些應用在國家正式上 得到成效 數都數不清啊 對不對 不可為數 那武婆從來沒開口笑過啊 對不對 未嘗其詞啊 沒有開口笑 那現在啊 你到底 對武婆說了什麼 讓他這麼開心啊 對他大躍而笑 喔我 女生說 我平常都跟他很認真 跟他講這些 詩書 禮 月啊 金版六濤啊 我從來都沒笑過 而且 我講這些都很有用的啊 對國笑 這裡國笑都有說到很明顯的成效啊 可是 我 從來沒在開口笑 啊為什麼你跟他 講什麼到底 讓他 哈哈大笑那麼開心 許無鬼說 許無鬼冤 無 直告之 無 像 狗馬爾 許無鬼就說 啊我只是跟他講一下 我是怎麼 像狗像馬爾而已啊 對啊他 如實陳述嘛 跟他講 我真的就講這樣啊 女上冤 若是乎 女上說 真的 就只是這樣嗎 他不敢相信啊 沒有人有夠相信啊 因為 怎麼可能 我講的那麼 認真嚴肅的 什麼 詩書 禮 月 金版六套 都不行啊 你只是隨便講講這些 像狗像馬這種簡 這 就是 不關痛癢的東西 啊竟然 會讓他大笑 他很難相信 女上真的很難相信 接下來看 許無鬼怎麼跟他解釋 冤 子不聞福 月之流人乎 去國 數日 見其所知 而喜 去國 尋月 見 所常見於國中者 喜 即 幾年也 見世人者 而喜 不亦 去任之久 思任之身乎 許鬼說啊 你沒聽說過那個流亡到越國的人嗎 就是要舉 舉例啊 他說 他們離開故國幾天後 數日了 只要看見認識人 就很開心 對不對 然後如果 時間在九點 離開過一個月之後 這巡月啊 又可以 是一個月或十個月 可是 或者是另外一個 是用法十天或十年嗎 比如說上中下巡 或者是 八巡的什麼 老偶啊什麼 就是 不過這邊 根據 整段文章應該是一個月 等一下下面還有幾年 是一年 所以在一個月 應該是幾天 然後一個月到一年嗎 然後又 離開一個月之後呢 他只要遇到 曾經在他們國內 碰過的人 不用認識哦 只要碰過 那就很開心啊 如果更久呢 你到離開過國一年後啊 遇到像是來自同一國的人啊 就很開心 對啊 不是認識的哦 也不是在你的國內 只要是看起來像是同一國的人 欸 就很開心啊 這不就是 離開老朋友越久 對老朋友的思念就越深嗎 對不對 去人之久 私人之深 對啊 你如果離開得更久啊 我看你只要看到人啊 就很開心啊 不是嗎 還沒說完 福桃虛空者 離惑著乎 生幼之境 涼未其空 魂人足印 窮然而喜 有眶乎 昏地 雄親氣之 親看其策者乎 久以夫 莫以真人之言 親看無君之策乎 親看就是談笑嘛 這個離惑 就是 一般百姓吃的那個野菜嘛 他說 他說啊 他先舉這個 就是月之流人的例子 接下來他就說 至於那些啊 逃到礦 空礦荒野 虛空 這邊是空礦荒野的地方的人 從事人雜草 都把那個黃鼠狼出沒的路徑都堵塞了 就是 基本上都沒有人來走啊 所以他都說雜草 根本沒有路啊 他們長久居住在 礦野之中啊 兩位其空啊 聽到人走路的聲音 腳步就很開心 都還沒看到人喔 只要聽到人的腳步聲 因為平常 可能就是 風聲啊 雨聲啊 或是動物 爬行的聲音啊 現在只要我聽到人的走步聲 就很開心了 何況是 只要 聽到人走路就很開心 那如果是 兄弟跟親戚 在旁邊談笑 那當然更開心啊 啊 為什麼 所以他講這次幹嘛 就這一點 他就是回答說 為什麼 徐伍有說 為什麼我只跟他講像狗像馬 舞猴會很開心 他就解釋給他 因為呂上好像不相信 他解釋給他 因為 已經很久沒有人 用真實的言語 有真人之言 在舞猴邊談笑啦 所以舞猴之前才會常啟齒啊 對不對 好 把今天這一段 徐伍鬼跟衛猴 還有徐伍鬼跟女生的語言 念一遍 徐伍鬼因女生見威舞猴 舞猴 舞猴道之冤 現身病已 苦於山林之牢 故乃肯見於寡人 徐伍鬼冤 我則 鬧於君 君有何鬧於我 君將迎世欲 長好物 則性命之請 並已 君將出世欲 千好物 則耳目並已 我將鬧君 君有何鬧於我 舞猴超然不對 掃煙 徐伍鬼冤 常欲君 五五像狗也 夏之職 職保而止 是離得也 宗之職 若是日 尚之職 若亡其一 無像狗 又不若無像馬也 無像馬 職者眾神 屈者眾勾 方者眾取 原者眾歸 是伯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 天下馬有成才 若敘若失 若喪其一 若是者 超義絕成 不知其所 母猴大躍而笑 徐伍鬼出 女上冤 先生讀何以說 無君乎 無所以說 無君者 橫說之 則以 詩書 里悅 中說之 則以 錦板 六濤 奉事而大有功者 不可為蜀 而無君未長其齒 今先生何以說無君 始無君 月若此乎 許無古為冤 無直告之 無像 狗馬耳 女上冤 若是乎 冤 子不聞符 月之流人乎 去國述日 見其所知而喜 去國尋月 見所常見於國中則喜 及幾年也 見世人者而喜 不亦去人之久 世人之身乎 扶桃虛空者 離獲註乎生幼之盡 梁未其空 魂人之如鷹 窮然而喜 有眶乎 昆帝熏 知慶慨其策者乎 久以夫 莫以真人之言 慶慨無君之策乎 許無鬼透過女上的安排 去拜見魏侯 魏侯慰問他說 先生您啊 看起來很疲憊 想必是隱居山裡很老苦 所以才願意來見我 寡人就是 古代國君謙稱嘛 就是寡德之人 所以才來見我 許無鬼說啊 我是來慰問你的 你有什麼行為慰問我的呢 你如果想要滿足 嗜好和慾望 放縱毫無之情 那麼天生的自然本性 就會有所所害 反過來 你如果想要消除 嗜好和慾望 約束毫無之情 那麼你的耳目這些感寬 就會因為得不到享受 和感到不適 我正打算來慰問你 你有什麼可以慰問我的呢 為我聽了之後 暢然若失 不知該如何回應 過了一會 許無鬼說 試著跟你說說 我的象狗經驗吧 下等之子的狗 只求吃飽就好 這跟野貓的天賦品性一樣 中等之子的狗 好像抬頭看著太陽神情賺出 上等之子的狗 好像忘了自身的存在 哇 象狗的本領 又比不上我象馬的本領 我象馬看的是馬齒 是不是直了何無神墨 馬背是否驅的何無彎鉤 馬龍是否方的何無橘齒 馬眼是否圓的何無圓規 如果這些都滿足 那就可以算是一國的良馬了 但還是比不上天下的良馬 天下良馬天生就有一種 一些能力能讓他們在靜止或走動時 都忘了自身的存在 這樣的馬 跑得比其他的馬還要快 不知道到底要跑到哪裡去啊 我聽了之後 非常高興 笑了起 虛鬼出來後 女生問她說 先生您 到底對 慧侯說了什麼呢 使她開懷大笑 我站在外面都聽到了 我啊 先跟你說一下 我平常跟武侯聊什麼 重遠的說 我跟她聊 詩、書、禮樂這些經典 重慶的說 我跟她聊 講大功的兵法 跟魔術 金版六套 這些 然後把這些啊 運用到國家政治上 得掉的成效 數都數不清啊 可是呢 武侯從來沒有開口笑過 現在 你到底對武侯說的是什麼 讓她這麼開心呢 哈哈大笑 虛鬼說 我啊 只是跟她講 我是怎麼像狗和像馬的而已 女生說 真的 就是這樣而已嗎 許鬼說 你 沒有聽說過 流亡到越國的人嗎 他們啊 離開故國幾天啊 遇見認識的人 就很開心 他們離開故國一個月後 就 只要遇到曾經 在國內碰過面的人 那就很開心 等到他們離開故國一年後 遇到像是來過同一國的人 那就很開心 這不就是離開老朋友越久 對老朋友思念越深的道理嗎 至於那些逃到空曠荒野中的人啊 蟲聖的雜草都把黃鼠狼出墨 金豬慶都堵塞了 他們這些人 很長久居住在曠野中 所以只要聽到人走路的小步聲 就會很開心啊 更何況啊 今天如果是有兄弟親戚在身邊談笑呢 現在已經啊 很久沒有人用真實的語言 在我身邊談笑啦 所以我才未嘗其詞啊